第八題 某天明軒看到路邊有一塊大石頭擋住通道 於是他試圖利用手邊的銅軍棍將石頭搬開 他想到李化老師曾教過兩種利用幹崗原理 搬開石頭的方法 若他分別以地面和小石頭為支點 如圖一和圖二的狀況 則此兩個正確的施力方向為何 在圖一的時候 我們是以地面當作支點 所以石頭的重量造成的是順時鐘利舉 於是我要是一個逆時鐘的利舉 所以施力應該是F1 那麼在圖二的時候支點在小石頭 那麼大石頭的重量所造成的是一個 逆時鐘的利舉 所以我需要是一個順時鐘利舉 所以施力應該在F4 所以我們的施力方向應該是F1跟F4 所以第八題我們說 折持兩個正確的施力方向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B F1和F4